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深入生活的人都得体会 都得感受 都得了解群众 了解基层 年轻人员的厨师 河特冬啊 这在延安时期啊 关于文艺方面讲话是很经典的 不可中药的 这是方向文艺 有一次我到养间里 眼后变变坏了 刚好有个老汉干一群羊 我说再度过毛主医看到 肯定要聊天要谈 当时给我一个照片呢 可能是主席开全国政协的时候照的 还是闪光照的 不是特别立体 所以我提出来能不能把原版找到 这样我来画的话 我把我心更大一点 黄豆画牌实际上就是刘文秀画牌 所以对作品来说 有好的主题思想 有好的形象 有严格的造型 然后才是有好的笔墨 技法 这是他的创作 他真正地画出了骨子里的中国农民 当然他是通过陕北农民来表现的 画出了骨子里的土地精神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不容易 应该说是一座高峰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